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2年5月19日在美国度盟美职棒协会胡锅码头拳队的杨戴刚 本场担任中外野手打第二棒 首先补上5月14日杨戴刚在码头拳队的第一分打点 是在三局上半咬中投手Ryan Zimmerman 中间偏外脚比腰带稍高的诉求 击出中右外野洛迪安打打回一分打点 回到本场九局上对头手John Buklear 内脚诉求逐身减了 中间偏外脚比膝盖稍高诉求杨戴刚果断出手 咬成穿越中路的强劲滚地一蕾安打 本场无打数一安打 2022年5月18日响尾蛇2A投手林凯威 五局上登板后援 对手是稻奇2A 首名打者Andy Pahes 外脚低位置诉求击出界外 中间偏外脚腰带高位置滑球 但打者大概在等诉求放掉 那就再来一颗外脚提前落地滑球 引诱还在等诉求的Pahes上钩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下半Carson Taylor 滑球漂亮掉进内脚低位置好球带 内脚滑球提前落地坏球 中间低位置滑球急出界外 再来这颗内脚低位置诉求塞得相当精彩 打者还稍微往后说要闪 结果拐进好球带冷冻打者三阵出局 代表这球接近近磊才开始右窜 导致打者一开始有近身的误判 本场林凯威跟前面几场后援最大的进步 就是大多球路可以压很低就不容易挨打 下一位打者Cordy Holtz 其中两个滑球诉求压低 销在边角好球带就相当精彩 最后这颗诉求虽然中间接近腰带高位置 但冲创伪劲相当犀利 打者追不到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本局林凯威KKK连3K 六局上林凯威续投 最后也是用这颗低位置诉求 让Jaren Kendall打不好星辰双杀打 结束半局50分 2022年5月19日 红瓦高A刘志龙本季第7场先发 对手是游记兵高A 一局上半开局刘志龙就因为球路比较甜 被接连击出3只安打掉2分 两出局后面对第6棒Chris Seas 偏外角偏低诉求坏球 外角低位置滑球插榜界外 中间偏外角腰带高位置诉求 播报员指出来到97麦 打者掌握不到插榜界外 这个时候抓到打者继续锁定诉求的心理 再塞一颗外角滑球 打者完全受骗上当挥空三阵出局 二局上一出局面对打者Frenia Chavez 内角偏低诉求坏球 中间腰带高位置诉求 打者挥棒落空 外角低位置球路插榜界外 失控偏高球路坏球 这颗中间比腰带稍高的诉求塞得精彩 打者追不到伪劲挥棒落空三阵 来到96麦 对下一位打者Scott Cappers 这个外角低位置诉求也飙到97麦 三局上首名打者Jazz Easley 偏外侧变诉求坏球 滑球漂亮掉进中间地位置好球带 配内角滑球坏球 内角大腿高96麦诉求 打者追不到挥棒落空 精彩 营造诉求的急球感之后 配一颗几乎相同位置进来的滑球 打者调整不过来 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这颗滑球来到91麦 不过接下来刘志荣的求路 接连跑到近红中位置 被急出两只安打 加上一只内野安打再掉一分 另外因为本场变速球状态不加比较少用 让打者在诉求跟滑球之间预判即可 导致一颗中间低到膝盖的滑球 投的并不差 还是被打者Tom Ossegis 等到硬捞成三分炮 下一位打者Chris Seas 刘志荣三颗诉求连发 带冲串违镜 最快来到97麦 让打者急出界外 挥空 最后一颗投到中间偏外角低位置 够刁砖 冷冻打者拉攻三阵 四局上刘志荣对Scott Capers 突袭一颗外角滑球 冷冻打者三阵出局 三阵出局